百年时尚新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1941年宋振忠出生在江苏披州 在他八个月大的时候 他的父母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 关押到了监狱 从此宋振忠就开始了他的监狱生活 由于常年住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 营养不良的宋振忠 长成了一副面黄鸡兽 头大身子小的模样 于是监狱里的长辈们 都疼爱地叫他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六岁那年 在他父亲的多次努力下 监狱终于同意 让难友黄先生叫他念书 小萝卜头学习很刻骨 也很懂礼貌 他在老师的教导下 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渴望 也学会了分别善恶 因为年纪上小 监狱对他的看管不是很严 他就主动担当起信息传递员 经常在牢房之间来回传递消息 如果大人们有事情要商量 还会让小萝卜头坐在门口放哨 他也总能顺利完成大人们 交给他的事情 1949年9月6日 国民党特务将小萝卜头 和他的父母残忍杀害 尽管他大声喊着 我没有罪 我要出去 但灭绝人性的刽子手 还是无情地将刀 刺进了小萝卜头的胸口 那一年 小萝卜头只有八岁 而他临死时 手里还紧紧握着一只铅笔 新中国成立后 小萝卜头宋诊中 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他是我国最小的烈士 也是最值得铭记的烈士 明朝史上有个神人 英叫刘伯温 明见传言 他为了证明自己比诸葛亮强 居然去挖诸葛亮的墓 结果 挖出五个大字 吓得他魂飞泊散 惭愧不已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